来自日本的法师 从无道友 发愿在台湾倾建设立他 走进燕朝的深山中 一位来自日本的出家和尚大金行秀 他来到燕朝这里修行已经六年了 他用苦行针的方式 一个人在这里一心念诵南魔妙法莲花经 我是日本过来的一位法师 我们是律连村的寿命 我们每天早家晚家做冠军 回想苏家茂尼夫 南妙法莲家教是苏家茂尼夫的别的名字 苏范三世一切祝福的法名 所以意思是 一直我们念火 念火 还是念火 这个是我们寿庙的修行的方式 因为火 念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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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派他們的聰明的精神 最後是所有的眾生一定要唱和的 這個一種念 集中的方式 叫做南妙荷人的教 在日本的三妙法師裡 日本的出家人是強調 生活去人性化的生活方式 生活是在培養出自己和平安靜的心 谨尊佛陀的教導深入了解佛经 南魔妙法莲花经是他們目前佛法的宗教信仰 一生必須追尋佛陀指引的菩萨道上 从南魔妙法莲花经 学习佛法的精神 十方新闻王天伦 徐建益 高雄采访报道 詞編佛陀的宗教信仰佛陀指引的 宗教信仰佛陀指引的 餐佛陀指引的